而过去台大医院医师受限于公职人事法规 65岁就借零退休 有的会转站私人医院 吸引老病人跟随 而今年总院院方通过了特评医师制度 让这群老医师可以用三年移聘的方式 最多留任到75岁 一方面经验传承 另一方面也让病患不用追着医生跑 也期待达到双赢局面 早期的18公分就可以直接开刀 一大早开始寻访看病人 投论排到事宜 他从台大毕业之后 最近已经在台大医院工作超过30个年头 他是五国食道癌权威李章民 今年已经61岁 但心里还有个梦想想要继续看病人 有时候我请假的时候 明明这个报告 我的代理医师也跟他讲说没有什么问题 过几天他宁可在排队排个三个五个钟头 来跟我见见面聊聊天 然后再确定一下 过去台大医院医师因为受限于公职 人员法规的65岁必须借零退休 不少人只能转站私立医院 吸引老病人跟随 或者留在医院担任顾问医师 只开设及少诊次 台大医院总院今年通过特聘医师制度 让这群老医师能够以三年一聘的方式 最多留任到75岁 寿命也都是延长的嘛 一些老同事事实上像65岁体力经验知识方面就是正处在一个巅峰状态 对这些以后的后进事实上还是有呈先起后的一个作用 同样身为公立医院的台北榮总其实也有类似制度 退休医师早经过院内会议通过 就能成为特医医师可以继续看诊 进行手术 或到荣总的偏向分院服务 搞不好看了二三十年了 这个医生最了解他的病情 另外一些像外科病人 这个医师他这个时候技术最好 病人心癌医病医薪 对医界而言也能做世代经验传承 期盼能达到双赢局面 记者魏婷玉玲玉报导